所以他们这么紧张吗 对所以他们这么紧张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那些这个我不知道这句话 这个也可能不太准确 就是那些这个一直给共产党 这个宣传的这些媒体啊等等 好像就是在这个检方 做这个开庭陈述的时候 会坐在那 然后非常勤奋的去记 然后等到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变方的这个 开庭的这个陈述的时候 好像就不见了 就不知道在哪 但是我我觉得还是我们 这个还是要要要这个 这个要重复一下法官说的话 法官说的很清楚说 陪审团你们要记住 这个检方的开场白 律师的陈述 辩方的看场白 律师的陈述 它不是证据 对OK 你们不要因为听他 听这个检方这个开场 有这种说法 你就觉得这啊 这行了先入为主了 你要等着证据 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 AY可以讲讲 证据登场了 今天也有证据啊 对今天也有证据 我在讲证据之前 我先把最后就讲完 就是这个斯伯特 然后就说到 就是他也用了一招 就让人可以身临其境的 这么一个 一个想象的一个方法 他就说 他说想象一下 如果你被这个CCP 一直这样的迫害追杀 然后他一直黑客你的手机 你会 你会不会需要 就是经常换手机 对吧 因为每次 你的新手机都会被人 泄露出去 被人黑客 那你会不会去换手机 你会不会不想 让别人知道 你的新的手机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人的话 你是文贵先生的话 对不对 他也用了这一招 让人想象一下 你是他的话 你会怎么样 然后他就最后说到 他说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就说 这位先生 他根本不需要欺骗 他也不需要去偷 他唯一的做的 就是希望他的这个 爆料革命运动 可以survive 可以生存下去 可以扩大 他所有承受的 所有的这些 被打压也好 被冤枉也好 被攻击也好 都是为了爆料革命 可以继续存在 和壮大下去 对 所以说就是很有 很有力量 我相信这个Jury 也在今天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收听三天 这个前的这一天 领会到了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 我相信就像导哥说的 他们有可能心里 第一个感觉已经有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证据 其实是很精彩的 对 就是刚才其实说到 这个因为我 等一下还没到 那个环境 抱歉 抱歉 我让他问齐翔 因为刚才 Eva提到了 然后回来的 其他几个战友 也提到了 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 感或者说看到了 关键在现场 实际上情绪 是有一段 很大的一个 这个变动 这个还有 Eva说 现场其实也有 好几个战友 也有这种 就是可能流了眼泪 或者说情绪很大变动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史布莉娜 讲了一些内容 对爆料革命战友来说 几乎都是很熟悉的 对 那我就想问齐翔 作为你来说 在现场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时候 七哥和战友 在那个场合 会有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情绪的一个变动 我觉得七哥 他肯定是自从这个3月15号 2023年3月15号 这个被FBI带走了以后 他可能一直都在等着这一时刻 那这个过去的两天 也就是说星期三 星期四 他是陪审团的零选 那如果陪审团选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等着这个 opening statement 也就会不会有opening statement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opening statement 某种程度上说 就是一纸习文 对吧 是讨伐CCP的习文 终于你把我这个放在了这个讲台上 世界的讲台上 这是纽约 对吧 世界的这个中心 然后呢 面对这个 由12个人组成的 普普通通的纽约人 最终来做一个判决 七哥到底是做对了 还是做错了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七哥呢 他可能 也许他此时 他在这个听这个 Sabrina的这个 这个opening statement的时候 他可能想到了他的八弟 对吧 想到了这个 他的这个 郭妈妈 也想到了这个 刚刚这个2022年年底 刚刚走的这个郭爸爸 对吧 他可能所有的这些 他都需要有这么一个 一个讲台去讲 他以前有这么多的直播 但是跟这个不一样 这是在正式的一个法庭 每一字 每一句 都会有记录的地方 所以呢 他觉得 这个自己终于 终于 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也许他可能是因为这个 有感情的鲜血 这个 我想因为七哥 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对吧 所以呢 这个 我也为七哥感到高兴 这个 也为爆料革命感到高兴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们终于有这个机会 向全世界展示 你 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对吧 对 这是 这是 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好 那我们就 往下走啊 这个 回头这个 这个律师 咱们律师团队 那个 opening statement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到 可能未来的这个 transcript 已经发出来以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整个内容 因为 已经有了 我们 绝大部分战友 都不是在现场 反正就我个人而言 我只看了一些文字 我都感觉浑身激动 我就描述了 就 完全描述了 我们自己过去的几年的经历 对吧 对 没错